还是一般小老百姓 一般小老百姓屈多 换句话说 高速公路盖出来之后 谁在用呢 一般老百姓在用 那么回头来讲 二三十年前 这些党外人士的这些话 难道不荒唐吗 荒唐 荒唐极了 这么荒唐的话 言论自由的这原则 保障它 不保障它呢 当然保障 你怎么晓得还挺荒唐 是不是这样 所以言论自由的这原则呢 我会提不到一点 言论自由原则 是保障你我不一定喜欢的话 你我喜欢听的话 一般来说不需要保护 它恰恰好保护的是 你我不喜欢听的话 而有趣的是 你喜欢听的话 跟你不喜欢听的话 跟我喜欢不喜欢听的话 不一定一样 所以言论自由的原则 恰恰好保护了 大家不一定喜欢听的话 或者喜欢听的话 我刚刚讲 只有两点不受保障 第一个是超越法律的范畴 去污蔑别人 去攻击别人 这个不受保障 第二呢 直接攻击 要摧毁这个民主体系 这个不受保障 其他都受到保障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 统一的言论 跟台湾独立的言论 它其实是言论自由的范畴 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你说 它不只是言论自由 有人真的想做这件事情 那去做嘛 那去做嘛 就像中国统一样去做 做到最后 那怎么决定是中国是统治独呢 有几个条件 一个条件就是 两岸的这个政治 是不是差不多都民主化了 两岸经济发展程度 是不是都相去不远了 然后第三点最重要就是 两岸的民意 是不是都愿意这样做 或不愿意这样做 那最后怎么决定呢 在民主社会里面 靠选票决定 也就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了 用数人头 取代打破人头的方式 我们用民主程序 用投票来决定 台湾是捅过去 还是读出来 这个呢 跟魁北克的情况一样 加拿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也这么富有的国家 可是还是有一批人呢 不喜欢做加拿大人 想独立出去 他们在魁北克呢 花了很大的力气 煽动这件事情 到最后 加拿大这个民主国家 怎么决定说 魁北克是捅还是毒呢 经过公投 经过投票 全体老百姓去投票 而不是由沃太华呢 派出一次军队来 去镇压魁北克 然后把魁北克这些丧心病狂 然后分裂祖国的分子呢 全部抓起来 然后不给他任何辩护的机会 或者打下黑牢 或者干脆连夜枪决 不是这么办的 在个民主国家里面 大家可以有自己表达言论的这种空间 而老百姓呢 大家听 最后有一个公开的公平的正常的机制 一个合法的机制 大家共同决定 究竟怎么样 所以魁北克的公投 后来没有成功 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因为加拿大很多人连夜在投票之前呢 点起蜡烛 对他们提出呼吁 一面唱歌 一面柔情劝阻 希望明天他们投下反对票 就投票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51比49 魁北克独立 没有成功 加拿大用柔情劝阻的方式 阻止了魁北克的独立 魁北克人将来还会不会回来要求独立呢 恐怕还会 但是我们预期 只要加拿大的民主政治不变质 它能够这样维系下去 将来始终 它是用这种和平的方式 去解决民主内部这么大的问题 这个现象不只是在加拿大 在这个比利时也好 在荷兰也好 或者在瑞士也好 都有类似的情况 或许经过公投 或许不经过公投 但内部有重大矛盾的 都可以这样解决 别人可以这样的话 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行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会儿再接着看看台独的其他问题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中原大地 世界回眸的现场 我们今天为各位谈的是台独问题 在第三个部分 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 台独在台湾的变化 首先我要指出来就是 台湾虽然有本省人有外省人 并不是所有本省人都赞成台独 也并不是所有外省人都反对台独 这跟省情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 或许有比较高的相关 但这个部分限于外省人 在本省级的同胞里面 我们看得很清楚 赞成台独跟反对台独 差不多是对半开 差不多对半开 那么这么多年来 我们可以看见 台湾从1986年 87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之后 台独的比例是在上升 那么很多反对台独朋友 非常担心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第一 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以前 我前面提到 国民党是台独的洪水猛兽 所以强力打压 那么这部分很多人信 还即便赞成台独 他不敢去讲 但现在一旦开放之后 大家敢去讲了 敢去表达了 所以这些原来被压在底下的 这些隐性台独 现在慢慢开始浮泻 开始浮到表面上来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有人有心去炒作 因为他们希望台独 在不断的宣传 不断的努力 然后把这东西变成个议题 这在民主国家里面 无口厚非 我反过来讲 赞成统一人 你也可以提出到 很好的理论 你一样可以去讲 只要你不去推翻 这个民主政体 那没问题 你可以去讲 所以这是台独 有上升的原因 但也请各位注意看 台独的数字 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再上不去了 一般来说 维持到20%上下 整体数字 维持到20%上下 有时高些 有时低一些 换句话说 我常常讲一句话 我说台独呢 在台湾的内部呢 是一个变量 它不是维持不变的 它不是恒定的 它会升会降 那现在我们要谈一个问题 为什么它会升降呢 我现在看到几个事件 第一呢 大陆朋友们可能不是很清楚 1989年 六四事件爆发之后呢 台湾的各台电视呢 是24小时这样连续播放 连续很多天 在那个时候 当时各家呢 有做民意调查 大家赫然发现 在六四事件爆发之后 台湾同胞的中国情节 大幅上升 所以当时呢 赞成中国统一的比例呢 非常高 突然之间高到百分之三十几 但这个现象 维持了三四个月之后呢 再快速下滑 我的解读是 台湾人最早呢 是民族情感感染他 所以赞成统一 但几个月之后呢 想想说 共产党会这样杀人 连自己同胞杀成这样的话呢 大家有些人呢 开始害怕 所以台独的心呢 反而又跑出来了 所以我刚刚讲 统一的这个热潮呢 开始下降 这第一个 使它上升了一个现象 第二件事情呢 是1994年3月31号 爆发在浙江的千岛湖事件 当时有一些台胞呢 去浙江千岛湖地区游览 包了一条船 结果后来没想到 被三名匪徒上来呢 然后洗劫一空 然后杀了杀了很多人 放火烧船 真正引起台湾同胞不满的 是当地呢 中共的这个官员 地方官员 跟中央的处理手法 大家觉得说呢 有很多隐情 很多隐瞒 然后呢 没有给一个明确的交代 所以在那段时间 大家普遍认为说 大陆对台湾不友善 台独的比例呢 从二十几个百分点 一高呢 高到三十几个百分点 还有一个说法呢 高到四十二个百分点 但是大概半年之后 几个月之后呢 这数字又再滑下来 又回到二十个百分点 涨下 第三件事情 就是爆发于 1995年 1996年的几次飞弹风波 这几次飞弹风波呢 被台湾人普遍认为是 大陆对台湾同胞 极不友善的一种表示 所以从那以后呢 台独数字呢 升高 后来虽然略有下滑 但是没有滑到20% 到现在呢 大概就突破20 差不多22到25之间 换句话说 台独呢 在台湾内部 是一个变量 会有升降 使得台独的数字 会升会降的 一个在大陆表现的好坏 一个在大陆对台湾的 这种高压 给台湾人的感觉 那么台独 为什么会在台湾内部上升 我刚刚讲了 一方面是有这个 台湾内部原因 但更重要呢 是大陆的因素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看最后一个部分 在今天台独在台湾 呈现出什么风吗 我们可以看到几点 第一点 在台湾内部 是不是有人利用 台独这种口号 或这种思想 来反中国呢 有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它并不是大中 也并不是高比例 相反的 在这个台独的意涵的背后 反中共 才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也就是大家因为怕共产党 怕共产主义 所以去走向台独 大家听了我讲的话呢 一定很不服气 我可以这样告诉各位 我在学校里面呢 经常做一些不正式的这些民意调查 我问学生说 你们有多少人站在台独 举手的呢 大概三成 最多到四成 然后我进一步问 我说 如果将来中国大陆变好了 经济进步 政治 民主 社会 开放 变得像另外一个美国一样的话 你们认为 你们的朋友当中 还有多少人会搞台独 这样大部分手都放下来了 剩下呢 没有几只手 我说再退步讲说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 没有变得像美国这么好 变得像新加坡一样 法律非常严明 经济非常发达 但是没有民主政治 你认为你的朋友里面 还有多少会站在台独 多几只手而已 所以从这点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台湾老百姓心目当中 会让他走上台独 或选择台独的 其实反共 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因素 那么同样的问题呢 我在一些演讲当中 问到一些比较偏绿的 偏民进党 或偏台独的团体 我说 如果中共有一天垮台了 请你们回去 你们回去不回去 非常有趣的 这些偏绿的朋友们 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 大家讲说会回去 要回去 然后我就问说 如果当时 中共垮台的时候 大陆老百姓 要求我们回去 而台湾的执政 是陈水扁呢 跟这个民进党 你们认为 他回去不回去 居然很多人 一口同声说 他会回去 所以就说明了 陈水扁呢 究竟是不是真的态度 我这样讲呢 不是要帮他辩护 我只要把这些 平常迷藏大家眼睛的 这些想法呢 把它拨开来 还给事实的本源 让大家看见说 台独究竟是什么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提到一点 我一直强调 我说台湾独立呢 那不管我个人赞成 或者反对 在台湾社会 已经走到了 民主这个阶段的时候 它是一个选项 它是一个 可以被考虑的选项 就跟中国统一一样 它完全可以被我们考虑 那至于统或者不统 独或不独 我刚才讲了 有台湾内部自己的考虑 但最关键呢 看大陆将来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 中国最后统一不统一 台湾独立不独立 在于大陆变得好 或变得坏 如果大陆变得比较好 比如说 没有了共产党的话 那么中国社会变得 比较稳定 比较进步的话 那么我相信呢 台独的比例 在台湾会大幅下降 有些台独朋友们 不一定同意我这看法 不过您仔细想想看 这个可能性是否存在 这个题目 我想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各位有兴趣的话 将来我们会从这个题目方面 再发展其他相关的问题呢 再跟各位详细剖析 我们下回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